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个思维造出严谨的研究即归纳出一条理论 由机缘理论到可托论、可托创新方法至可托工程等 它是用形式化步行研究事物发展的可能性和开创创新规律与方法 并用于解决矛困问题的科学 创业的本质是由解决矛困问题开启的 今天是第三课 我们来 正月第一章 讲讲什么是方法先行 自主创新 方法先行 口头说是用来解决矛困问题的时刻 在成长解决问题方法之前 首先要是把问题清晰描述 其定义 口头说把事实万物用简单的方式来描述 用形式化描述物、事件及器官器的基本源 总称为机缘 只要把事实万物用机缘方式来描述 创业就可以依据它的发散思绘而产生 为什么提到自主创新方法先行 在2007年7月3号 温总理提出批示 三位老 佛学家 王大行 刘东欣 业都正 提出自主创新 方法先行 创新方法是自主创新的 精本支援 结果重要观点应该高到重视 所以温总理 把他的意见 请科技报、教育报发改为 新的研究提出意见 精进就是这个大方向 我们把中国用创学科 口头学 看是方法先行 机缘的解冲是把事物分为三个要素 对对对象 object得真 characteristic 量值 value 它的机缘的公式 跨表示于 B 等于O C V 一 如果当对象是物减时 它称为物源 meta element 物源的三要素是 物减 meta 得真 characteristic 量值 value 公式发表 公式发表 是m 等于 om cm vm 这个图 把它表示出来 当我同 蔡文教授 讨论的时候 我说 很多时 英语 翻译型中文 feature 和characteristic 都翻译做得真 但它说 它的翻译 就不同了 feature 它叫等性 可以叫得真元 它就是包括得真 characteristic 加量值 value 才是一个 得性 这个概念是非常重要的 再看看 当对象是动作 可 动词时 它称为 事源 事源的三要素是动作 得真 量值 公式化 就是a oacava 很多时 产品的功能 就是一个动作 动词 动词 所以把这些功能 动作动词 它的特征量值变化 就可以产生不同的 生的 产品 服务 当对象是官器的时候 它听之外 官器源 官器源的三要素是 官器名称 得真 量值 公式化 公式化 表示 与 or 等于or cr cr vr 它们一起 建立一个建築 就这样这个图 在我的书 要有 描述 描述 发展 把创生的思维 带进去 发展出 新的 创新的 产品 与服务 好 在今天 课的最后 我也是用 蔡文教授的 图片 作结 让我们一起 建设中国 原创的 生学科 火托学 以它为基础 达致 创新文化 多谢大家收看 再见